先生 一篇羽共 讲得我热血沸腾 书的文字 不易懂 所以要讲 所以我讲了一辈子 先生 太常掌故朝措 今日前来学书 我壮年时 曾为 秦博士 亲戚分书吃货 天下书大都被毁 我只指 我藏书一步 我家存一步 相遇入咸阳 你把打获 我藏之书化为灰烬 我家藏之书 我为仅存的一步 我誓书如命 我以我妻我子 为套冰火 带上一车数 坐马车 出咸阳 回山东老家 中途遭遇冰结 百字书书 一命相夥 被乱兵杀死 我以妻女 颠沛流离 被乱兵杀死 我欺病重 我依妻女 天天降大雪 天降大雪 小女陷些冻恶之死 逃难的人真是太可怜 为取暖 要烧掉一车数捡 我欺世 我欺世死立举 哭好想民众 岂说 这一车说 是艾滋一命相搏 才得保全 我其一路哀恶首冬 已经气衰立劫 我其身指这一车说 若艾滋性命 已经比他自己的性命 更为贵重了 那一夜 我其躺在我怀中 冰王 永远地留在那片荒野 先生节哀 先生莫要过于悲伤 说来不是我舍命忽数 是我其我子 我全家舍目忽数 为曾想啊 千辛万苦回到家乡 家乡也造冰火 只好将树 藏于故宅墙内 白出避难 先生 先生 冰火战乱 生命皆遭涂炭 先生 受苦了 二十一年 殿沸沸在外 我无时无刻不挂念 家中藏书 待天下注定 再回家园 发掘墙地 发掘墙地 书简多以熟悔 判证的片目 近于二十八篇 我一生忽数 未曾想啊 输却因我残缺大半 我愧对仙人 愧对我失去的妻儿 eschön 先生 莫要谦则自身 若不是先生 凭了性命 我们就连现在这二十八篇 也无从学起呀 老了 我说了 今日 见到朝长谷高兴 多说了一点 鸢 做了一公子 这边 继续 诶 他是 为依然 你